20天本地零确诊 不过社交距离措施会持续 部分打了疫苗都会放宽 而目前在各区设立的社区 接种中心会运作到9月 还没有打BNT疫苗第一剂的民众 基本上只剩下56天 因为要接种第二剂 两剂之间必须要间隔21天 以下是来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目前在各区都设有疫苗接种中心 民众预约不同的地方 等于选择了德国的BNT复逼态 或是大陆的科兴 港府考虑到疫苗的保存 以及有效期等因素 一再富裕尽快打针 类似这样在各区的社区接种中心 只会营运到9月 那因为两剂之间需要21天以上 所以现在只剩下56天 就要到这些中心接种第一剂 之后民众还是可以选择到 政府门诊或是私家诊所来打针 因为涉及冷冻保存等运作 这些都只有科兴疫苗的选择 另外港府也会上大型机构 学校老人院等提供外展接种服务 尽量提供方便让各界打针 而从7月6号开始 香港也开放旅客 可以到邮局办理预约打针 不过香港从5月开始已经禁止台湾旅客入境 所以上官安排只汇集大陆和澳门旅客 香港目前已经打了408万剂疫苗 第一剂接种率超过三成半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导 好